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印度奥里萨邦阿里萨 东部偏远村落一名父亲 纳亚克 Jilandar Nayak 不舍三名正在上小学的子女 每天得花三小时 步行于狭窄的十子路 便独自一人耗费两年时间 吃工具另辟心境 让他们可以轻松一点 综合媒体报道 45岁的纳亚克 是一名裁判 他表示 我觉得孩子们 不值得走至少十公里 还得横约五座小山 才能抵达学校很辛苦 且途中长一路不停摔倒受伤 让人很心疼 于是两年前开始手持十字稿 锄头与铁鞘 每天花八小时巨石搬移开挖山路 一点一滴累积 至今已完成八公里 希望他们上学可以更安稳 报道指出 纳亚克爱自心切的行径 也获得媒体青睐 书写成报道 引起当地官员主义 地方官布朗达 布朗尼指出 纳亚克的决心 努力与毅力 令人惊呆了 决定助他一臂之力 由地方政府接手 继续完成剩余部分 报道提到原本打算在花三年开辟七公里道路的纳亚克文讯 开心的说 地方官员跟我保证他们会把往返村落的道路建好 我也有跟对方建议可以提供村内充足的电力与饮用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